HELLO 這樣變形男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Chain Hair Shop的設計師Daniel 他是我們Chain Hair Shop的設計師K 像我剛剛已經幫model噴絲了 所以我現在要來教大家怎麼吹Undercard的髮型 外面設計師都會跟你講一定要用排骨梳 當然這個是需要的 可是我們現在有一個比較好用的產品 所以排骨梳就不太需要了 我們現在通常會比較用基底水 所以你在吹乾的之前呢 我們先用基底水先噴 讓頭髮比較有彈性 不管你是頭髮比較硬的 或是比較軟的 基本上你在吹的時候噴過基底水都會比較好塑型 大概噴15下吧 均勻的噴整顆頭就好了 不用真的噴到太多 噴完之後呢 從瀏海開始 全部往後 吹風肌一定是放在前面 從髮根開始 手就順順的往後撩 分線的地方 一樣 每尾的地方 往中間 手都是從髮根 拉到後面去 通常大家在吹乾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 是 你們都會先 把它往前吹 千萬不要往前吹 因為往前吹的時候 你把根就已經被吹趴了 到時候你要在往後梳的時候 你就會 開滑 變成動分 到時候你在上髮油啊 不管用什麼髮油 都會開滑 所以切記 一定要從前面 往後吹到乾 吹風肌都放在髮根 從前往後吹 往中間集中 左右兩邊往中間 左右兩邊往中間 後面的部分 我們是順順的 也是往中間 然後 Undercar這個髮型呢 基本上就是 把所有上面 長的地方 都往中間後面集中 它才會有一個蓬鬆感 然後吹頭髮有一個 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慢 不要吹得很快 不要這樣子撩 這樣子撩呢 怎麼吹都不會順 溫柔一點 對待你的頭髮 就會很帥 你經過雞鼻水噴過之後 頭髮變得比較有彈性 原本很直的頭髮 都有一點彎度 也會變得比較蓬鬆 想要讓頭髮變得比較蓬鬆的話 基本上 肌底水是不可或缺的 肌底水是不可或缺的 往中間集中 吹風機也不要拿太近 會燙 但也不要拿太遠 因為太遠的話 吹起來沒有效果 大概 這樣子的距離就好了 好 好 我們現在吹完了 是不是跟剛剛還沒吹之前的感覺差很多 這樣就完成了第一步 紅鬆乾的油頭 大地已經完成了 大地已經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